世界杯压哨大合影 孙颖莎陈梦都在笑脸 日本选手都露出笑容 唯独只有王曼玉 表情凝重 完全没有任何笑意 终于能够看出他有多难受了 整个的国际拼联单打世界杯正式结束 孙颖莎加冕女单冠军 马龙拿下了男单冠军 而在那场非常非常疯狂的女单决赛当中 孙颖莎一比三落后 战胜了王曼玉 最终是奇迹多冠 不仅仅连锥三局 而且最后一局11比9 惊险逆袭 可以说这一次杀杀拿冠军 实质名归 非常非常的强硬 但是王曼玉也真的很不服 你想一想这决赛 我3比1大比分领先 距离冠军就只差一局了 甚至于决赛 最后的那个决胜局9比9 也就差两分了 没拿到冠军 他真的是很难受很不服 于是赛后颁奖警理就出现了 耐人寻味的一幕 国平按照惯例 赛后颁奖得有个大合影 一般来说 是所有的中国运动员 站在领奖台上 可是这次世界杯 是不分三四名的 所以日本张本美和 也能上领奖台了 张本美和 还得到了一个掌镜的机会 他来拍这个合影 然后张本美和拿手机拍 陈梦就在他旁边 孙颖莎站中间 中间C位 笑得都很开心 人家牙齿都露出来了 结果只有远处的王曼玉 脸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笑容 跟身边的队友 甚至于跟对手 形成了鲜明的队友 连日本选手拿了铜牌都在笑 只有王曼玉 没有笑容 你从中就能够看到 他对于这次决赛丢掉冠军 有多么的难受 多么的不服 从心眼里 王曼玉就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情 大家都这么高兴 都在乐 你要说成绩 他在直接竞争对手陈梦 是吧 大家是在正奥运单打名额的 然后陈梦 他拿了四强 还没有王曼玉走得远呢 陈梦不也在笑吗 张本美和不也在笑吗 就只有王曼玉 没有任何的笑容 已经能够感觉到 王曼玉是真的很不爽了 这次决赛出孙颖杀 确实是不服 因为他绝对是有机会的 方方就差这俩球 打到抢7决胜局 差两个球 就是谁赢都有可能的一个状态 自己没把握住机会 如果他把这冠军打到手 基本就可以宣布 彻底的锁定王玉 单打名额了 现在呢 还有那么一丝悬念 有可能最后被陈梦反超 所以王曼玉完全笑不出来 这次决赛出给孙颖杀 他肯定是最不服气的那个人